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 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 一直在推动数码经济方面 担当重要的角色 为市民提供移民为本 方便易用的电子政府服务 是政府一贯的宗旨 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 建立和管理大型的中央电脑中心 提供稳健的通讯网络和基建服务 支援各政府部门的需要 另外 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 又会向各部门提供专业意见 为市民提供优质的电子服务 我们的一站式入门网站 香港政府一站通 提供一系列的电子政府服务和公共资讯 香港政府WiFi通无线上网计划 在全港数百个政府场地 提供免费无线上网服务 方便市民和旅客使用 因应智能手机日益普及 我们不断提供更多流动电子政府服务 应用程式和网站 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 资力减少数码格幕 推动弱势社群 包括清贫学生 长者和产质人士 更广泛应用资讯科技 构建数码共用社会 例如 我们推出一加一网 医学集上网学习支援计划 协助低收入家庭学生 在家上网学习 我们有资助建立长青网 这个长者入门网站 还为长者开办电脑培分科程 另外 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 积极推广无障碍网页设计 以方便产质人士 使用网上服务和浏览资讯 我们有资助为残疾人士 开发的资讯科技 辅助工具和应用系统 为推动电子商务 在香港的发展 政府早在2000年1月 制定了电子交易条例 以订立明确的法律架构 我们推出资料一线通网站 以电子方式发放公共资料 业界可以利用这些资料 拓展新的商机 开发方便市民的服务 和应用程式 我们还资助多项 电子商务推广计划 和中小型企业资讯科技培训计划 推动不同行业的中小企 采用资讯及通讯科技 从而提升他们的竞争力 资讯保安对维持一个 稳健可靠的网上环境 是非常重要的 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 也资力为政府员工 和社会各界用户提供协助 并教导他们 如何减低网络威胁 所带来的保安风险 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 资力提升业界的竞争力 我们透过数码港 会最却越的资讯及通讯科技公司 以发挥协同效应 和促进业界建立伙伴关系 我们向业界采购先进的资讯科技方案和服务 例如旧建和营运政府云端平台 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 也一直致力提升资讯科技人才 在命中双界队伍的质素 我们参加中国资讯 clause 我们参与制定资力架构 资助资讯科技认证服务 和举办香港资讯及通讯科技奖 为促进及便利数据中心在香港的发展 工業村已撥出大約19公頃土地 來發展數據中心 展望未來 我們將繼續致力落實 數碼21資訊科技策略所定的目標 提供有效率和移民為本的電子政府服務 協助構建數碼共融的知識型社會 培育本地資訊科技人才 並將香港發展為提供雲端運算服務 開拓流動應用程式業務 和設立區域數據中心的首選地點 鞏固香港作為亞洲 以至全球領先數碼城市的地位 掌握科技 創建未來 市民